沈姑娘 叫我戎儿 戎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记得你约了我吗 我约你 曹萌没告诉你吗 曹萌真是的 你跟我来 你认得这些花吗 认得 我还没有带别人来过 这里我还没有带别人来过 真的 这些花是我种的 叫山茶花 它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曼陀罗 曼陀罗 为什么叫他们曼陀罗 陀罗不是转得很快的吗 我跟你说花 你就说曼陀罗 真是被你气死了 荣儿 你别生气 我 我是个大笨牛 我杀风景 我该打 该打 我该打 我该打 你干什么 你没得罪我 你流鼻血了 流鼻血了你 我去洗把脸 师兄怎么上火了 快 快 这边 又是你 乌男护女现在又搬成女飞贼偷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抢我东西 一本破书而已 这么神秘 破书 你不会是告诉我 你跟你师父千里迢迢来到武当 不是为了这本破书 为了它 我们是来参加祈福大典的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快 快 快 为什么你心跳那么快 对不起 对不起 各位武林同道 今逢先天真武大帝华诞将至 又逢佳师百岁大寿 为此全真特邀诸位掌门到武当一聚 各位应铁而来 令武当徒增辉煌 好 徐云不胜感激 又闻家师即刻出关 诸位又可一睹真人百岁寿言 大师兄 真有此事 是啊 岂有此理 没事 没有事 虚云道长 有什么事情 还是直接说出来吧 啊 也免得我们这些身为客人的提心吊胆 啊 影响参加祈福大典的雅兴嘛 有时候 有些事不知道 反而担忧 知道了也就安心了嘛 啊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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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几个毛贼 昨天夜里闯到玉须宫的藏金阁里 透了几件东西 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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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云道长 在下不同意你的说法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 须知武当山的藏金阁 又岂是几个小毛贼可以来去自如的 啊 而且 我昨夜也曾出来帮忙抓贼 无意中听到 丢失的乃是武当山的镇山之宝 太阴真金啊 啊 哎呀 太阴真金啊 哎呀 枉我们还在这里规规矩矩的不敢冒犯武当的威业 还记得虚云道长曾经告诫过我们什么 嗯 说武当 除了有上好的茶 上好的素材 还有上好的武当犬 武当剑 可如今才知道 武当山的藏金阁 竟然是几个小毛贼可以随便出入 想来就来 想取就取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陳小亮 此地乃是武当山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又是你小子 你都知道这里是武当山圣地 启伦道你这个少林寺的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这位小兄弟 你们远来是客 这儿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 阁下说昨天夜里曾帮忙抓贼 不知看到什么没有 你都知道我们是远来的客人 我有这个义务帮你们抓贼吗 那就好了 就怕你越帮越忙 你说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 各位 大师兄 大师兄 你们看看 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各位武林同道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家师原本闭关自首 现在决定提前出关 好 还要上碗呢 大师兄 也要出锅了 都要出锅了 都要出锅了 很多都是老朋友了 不过这些旧情稍后再续 我现在告诉大家两个消息 一好一坏 现在咱们先说坏的 昨天晚上 确实是有几个毛贼 刘子闯进了我的藏经阁 今天经过查点以后 丢掉了三本 太阴真经 有三本 这个三本 看看还是有实现 大家 稍晚五躁 我现在 在跟你们说 高兴的事情 诸位武林同道 只因老夫记上的一张请柬 就不辞劳苦 山长水远 周车劳顿地来到我武当山 各位远来的都是客 老夫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敬的 我就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什么礼物啊 就是我们武当的不传之秘 镇山之宝 太阴真经 好 诸位都请看看吧 这全是太阴真经 别气了 被耍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吧 像你这般神色的 少说也有 一二三四 这个 诸位 区区小礼不成敬意 但是你们当中 有三位朋友比较兴急 昨天晚上已经私自取走了 太阴真经 那么今天就不用再拿了 因为内容都是一样的 托夫无门 为人自诏 这是真的太阴真经吗 这不过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片而已 这哪里是太阴真经啊 诸位武林同道 你们说的确实没错 这正是太上感应片 但是你们所说的 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们谁都没有见过太阴真经 又如何知道太阴真经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太阴真经 是本门重宝 共有三卷 九章 八十一篇 而太上感应片 正是它的开卷篇 当年 王重阳先祖传说给我 邱楚基 老道用了 几十年的经历 才学的一个皮毛而已 但是足以应酬各个武林同道 可见太阴真经的威力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是啊是啊 这人说的一点 太阴真经确实是我道家的武学精华 而太上感应片正是它的基础 要想练好太阴真经 就得要先领悟太上感应片的道理 以老到如今的年纪 尚未能完全领悟啊 可见其博大精深 浩瀚无牙 所以你们应该先领悟好太上感应片 到机缘成熟之时 再去研习太阴真经 也未迟啊